师傅,还有一个事情就是,同学想问一下,师傅您知道青龙菜吗?青龙菜? 青龙菜啊? 对,它长得有一点像韭菜 哦,有韭菜的味道是吧? 它有一点葱的味道 不行,不可以 不行哦,因为有一位 这个不可以吃的 因为有一位全宿的同学嘛,他去年误吃了一些青龙菜之后,就梦见自己口里有污秽物 看见了吗? 然后,他就想问,是否是因为吃了青龙菜的缘故,还是正好口液爆发,让他不想梦见 青龙菜,不能吃的 不能吃哦 我告诉你,任何像五荤,大蒜的洋葱啊,它就是变质的那种,都不能吃的 有味道的,你已经闻到了这个味道,你在吃,你本身就是不好 对对对,我也有误吃过,所以觉得不好吃 嗯,好了 明白,好了,感恩师傅 再见 太感恩您了,感恩您今天的开始 好,感恩师傅,拜拜 拜拜